大家好,这是我们价值大师网和老虎证券合作的第二次价值投资课。 我是田策畅博士,我再次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是陕西人,北京大学物理学博士。 1998年来到美国,2004年创立了全球最大的价值投资网站GuruFocus。 我们的中文平台GuruFocus.cn今年也开始与投资者见面,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 在这里我要感谢一下各个新闻媒体的支持, 有新浪财经、国际金融报、创业版日报、金关新闻、财新社和21财经。 在上节课中,我讲了价值投资课的基本理念。 价值投资有两种方法,一个是深度价值投资,一个是高质量价值投资。 对于深度价值投资和高质量价值投资,它的策略是不一样的。 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上次的视频。 这个策略对于简单的讲,就是对深度价值投资,我们是特别注重公司的估值。 而对于高质量价值投资,我们对公司不值可以放宽,我们更重视公司的质量。 而深度价值投资,我们持有的时间一般是比较短,赚到钱的话就马上卖掉。 而对于高质量价值投资,我们可以非常好的,非常长的持有时间。 原因是因为我们想和公司的价值一起成长。 在今天呢,我要讲估值方法,常用的估值方法。 但是我在讲估值方法之前呢,我想强调一下,估值是对什么估值呢? 是对公司估值。 所以呢,在讲估值之前呢,一定要看这个公司。 这是不是你想投的公司。 离开公司,谈估值是空中楼阁。 所以呢,估值之前呢,想要看看。 估值是第二步,实际上是。 第一步是要看看你愿不愿意投这家公司。 这家公司是不是你想投的公司,是不是在你的能力圈以内。 你是不是理解这公司的商业模型。 这个是首要的。 我这里讲一个故事吧。 我认识一个美国的非常好的一个基金管理人叫亚克曼。 亚克曼呢,这位老先生今年应该有80左右了。 他管理,上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管理240亿美元。 他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他在我们Golfox的价值投资大会上,跟我们讲了一个故事。 亚克曼呢,他有七个儿子,七个孩子,四个儿子,三个女儿。 其中一个儿子,叫Steve,是帮他管理基金的。 他说有一天呢,Steve来他,来到他这里,对他说,爸爸,我看到通用汽车很便宜。 我想买,你觉得怎么样? 亚克曼说,Steve,通用汽车呢,可能是很便宜。 你可能投了以后也会在通用汽车中赚钱。 但是呢,这不是我要投的公司。 就这个行业,根本就不是我愿意投的行业。 所以不管他估值怎么样,我都是不愿意投的。 所以呢,他的故事就告诉我们,就是,在估值之前,先要看公司。 这是不是我们想投的公司? 是不是我们理解的行业? 是不是我们喜欢的行业? 是不是在我们的能力圈以内? 所以呢,估值之前,一定要看公司,估值呢,是第二步。 我今天会解释一下,常见的,常用的一些估值方法。 我自己的估值,我自己的理解。 比如适应率,适销率,适净率,现金折线模型, 现金流折线模型,DCF,和不同公司的投资要点和估值方法。 因为,对不同种类的公司呢,估值方法呢,是不一样的。 我第一个要讲的就是适应率。 我想大家可能都听说过适应率,每个人都稍对投资接触一些的人都会知道适应率。 但其实我自己在1998年,1999年买那些光学公司的时候, 我连适应率是什么都不知道。 前几天,我儿子问我,小儿子,12岁, 他问我说,爸爸什么是适应率? 我就给他解释一下,适应率就是, 就是这个看你实际上就在衡量你多少年能回本。 比如说,一个公司呢,一年一股赚一块钱,而股价呢,是20块。 那么适应率是多少呢? 就是20除以1,就是20,适应率就是20。 就相当于你今年,你花了20块钱买了这只股票, 然后每股呢,这股票每股每年赚一块钱, 那你20年回本。 当然这里假设就是说每股赚的钱是,每年赚的钱是一样的。 但是呢,如果这公司成长的话, 那你肯定就回本速度就会变快。 今年赚一块,明年赚一块,后年赚两块, 那么你就用不了20年就能回本。 这也就是说明,就是对于增长性的公司, 成长性的公司呢,你适应率可以高一些。 成长快的公司呢,适应率就可以高一些。 而成长慢的公司呢,适应率就要低一些。 因为成长越快,你回本速度呢,就越快。 我把这个解释给我儿子说, 他说,哦,那是就是适应率越小越好了。 他还真的明白了, 所以我还想这个如资可交, 我还挺高兴的。 所以适应率呢,越小越好, 但必须是正的, 适应率不能是负的。 如果负的意味着公司在赔钱, 在赔钱的时候, 那你永远回不了本。 如果公司一直赔钱, 你永远回不了本。 所以适应率呢, 就是要, 必须是正的。 正的前提下呢, 越小越好。 适应率的好处就是, 它可以跨行业比较。 它反正在衡量多少年, 能回本。 所以呢, 无论它是一家店, 或者是一个网上的一个, 什么公司, 或者是银行。 反正它是在衡量多少年回本。 回本速度越快, 对投资者越好。 所以呢, 适应率是越小越好, 也可以跨行业比较。 成长快的公司呢, 适应率可以更高一些。 那什么是合理的适应率呢? 就是说什么适应率是比较合理的适应率? 适应率呢, 彼得林奇说, 适应率, 合理的适应率, 应该等于公司的成长率。 假设这公司每年成长20%, 那么合理的适应率应该就是20。 这公司每年成长100%, 那么合理的适应率就是100。 这彼得林奇的观点。 我个人觉得呢, 是比较接近的。 但是呢, 在目前低利率的情况下呢, 适应率呢, 可以高一些。 因为在低利率的情况下呢, 整体资产的估值都会变高。 而高利率的条件下呢, 整体资产估值呢, 就会变低。 在目前低估值的条件下呢, 低利率的条件下呢, 合理适应率可以比这个彼得林奇的成长率会高一些。 这是我的观点。 当然适应率也要注意一些问题, 就是说不要受一次性的盈利性的影响。 比如说我上次给大家看了一个这个图, 就Church & Dwight, 这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美国公司。 它呢, 适应率, 你看如果在2019年, 看它的适应率, 它突然适应率从30多掉到了20, 但股价并没有变化。 如果你当时看是, 哦, 这个CHD的适应率很低, 只有20, 那这其实是一种误会。 这种情况下呢, 往往是因为公司可能有一个一次性的盈利, 比如说他把公司的一部分卖掉了, 然后呢, 把卖掉的赚到的钱呢, 放到了盈利里边。 可是这个只会是今年有, 明年就没有了。 所以大家要注意呢, 适应率呢, 要注意, 就是用的时候呢, 小心那个一次性的事件, 不要被一次性的事件所迷活。 所以呢, 就是这个是第一点要注意的。 另外一个呢, 那适应率其实是不适合周期股的。 比如说我这里说的美国所谓最好的航空公司, 巴菲特曾经买过的航空公司, 西南航空公司。 你如果看它的适应率, 在2009年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 次贷危机, 美国经济衰退, 你看它适应率突然涨了很多, 虽然股价当时跌了, 这个蓝色线是股价, 而紫色线呢是适应率。 股价当时跌了, 但适应率涨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盈率降了很多, 将它分母变小了, 而分子也变小, 但分母变小了更多, 所以呢, 这个得到的值呢就更大了。 而在2009年呢, 适应率都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公司赔钱了, 赔钱了适应率变成负的了。 所以一般负的情况下呢, 就是适应率其实是不适合的。 适应率呢, 也对周期股不适合, 你看这个在2015年以后, 2016年, 这个西南公司股价大涨, 但适应率反而下降了, 为什么呢? 因为呢, 这个, 它的盈利增加了很多, 分母变大了, 虽然股价也涨了很多, 但分母变大的更多, 适应率变小了, 这时候如果你对西南公司, 如果用适应率的衡量的话, 你就会做出错误的决定。 所以适应率其实是不适合周期性行业的。 那对于周期性行业, 比较适合的一个, 一个常用的比率呢, 一个估值的比率就是市销率, 市销率就衡量着公司, 它的营业收入, 每一块钱的营业收入, 对应的股价是多少? 比如说公司营业收入, 每一股是十块钱, 那么股价也是十块钱, 那么市销率就是一。 市销率的缺点, 它是不能跨行业比较的, 因为不同行业的利润率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不能跨行业比较, 但是它也是越小越好, 市销率的好处就是它不会变成负值, 一般来说正常公司的销售总是, 要么是零, 要么是某个值, 它不会是负值, 所以市销率呢, 好处就是它都是正值, 它也是越小越好, 对于成长型的公司, 成长越快的公司呢, 市销率呢, 越大越好, 它比较适合周期性行业, 它至少给你一个, 目前的估值相对于历史估值怎么样, 就是同家公司, 目前的估值相对历史, 历史怎么样, 比较适合周期性公司, 而且对于一个初创型公司呢, 也会比较适合, 初创型公司没有盈利, 所以市盈利是没有的, 但市销率就会给你一定的概念, 目前估值怎么样, 我这里再解释一下, 比如说我上次刚才前面说过, 西南航公司的市盈利, 是没有多大意义, 但市销率呢, 就给你一个比较相对准确的估值, 目前估值相对历史估值的概念, 比如说2009年的股价下跌了, 销售也下跌了, 相当于飞飞机的人少了, 所以市销率就降下来了, 而在2016年, 虽然市盈利又告诉你说, 目前挺便宜的相对历史, 但市销率给你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概念, 相对历史上呢, 市销率高很多, 估值呢也高很多, 目前呢, 最近因为这个新冠呢, 飞飞机的人又少了, 股价也跌了, 市销率呢也跌了, 就是它给你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 比较真实的概念, 另外这是一个, 比如说亚马逊, 它很多年前它是初创公司, 而对于初创公司呢, 这个市盈率就没有很大的意义, 这个紫线, 你看这个市盈率就是变化非常大, 它很多年都没有盈利, 虽然它股价在狂涨, 它给你一个比较不准确的概念, 但是市销率就给你一个相对比较准确的概念, 这是亚马逊的市销率, 这条黑色的线, 我们看见呢, 看见20年前的亚马逊市销率非常高, 后来降下来了, 在2001年美国经济衰退的时候降下来了, 然后又涨上去, 美国经济恢复又涨上去, 2009年又降下来了, 在很多年其实是比较低的, 而目前呢, 又很高, 目前的都已经快接近, 市销率已经到6, 快接近20年前, 当时亚马逊还是非常小的一家公司, 只是卖输的公司的时候的市销率了, 所以这告诉我们, 就看这个图呢, 我们得到一个概念, 大概目前亚马逊的估值呢, 是相对比较高的, 另外一个市销率可以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叫做, 我叫做市销率预期估值带, 就是它的估值带, 这条蓝线呢, 是亚马逊的股票价格, 这个绿线呢, 是亚马逊, 假设我们亚马逊一直估值呢, 在最低, 它20年, 这个是10年, 5年的曲线, 如果它5年多估值是最, 市销率最低的时候, 它应该是这条绿线, 价格股票, 股价呢, 应该是在这条绿线上面, 如果市销率呢, 一直在高短, 5年的高短, 那么它的股价应该在这条, 在这条稍微蓝色的线, 对不起, 现这里, 而如果我们看, 看亚马逊的股价的话, 它现在是比较接近于高短, 所以它是接近估值多年的高短, 所以这时候呢, 一般来说我们要小心, 它上次接近高短的时候, 大概在这个, 2018年的时候, 在2018年中期, 后边呢, 好几年呢, 股价并没有多少变化, 甚至下跌了, 就是因为当时估值呢, 是接近最高, 而现在估值呢, 也是接近最高的时候, 亚马逊当然股价涨了很多, 另外我想介绍的就是市净率, 市净率呢, 它是股票价格除以每股的账面价值, 就是公司净资产, 每股相当于多少, 而用股票价值价格呢, 除以每股的净资产, 这样算下来呢, 就是市净率, 市净率呢, 缺点呢, 也是不能跨行业比较, 也适合, 就可以看自己历史上的估值, 当然也是越小越好, 它比较适合于那些靠资产赚钱的公司, 因为它是衡量着每股的净资产, 所以它比较适合于那些靠资产赚钱的公司, 比如银行保险, 这些呢, 基本上银行保险都是靠自己的资产来赚钱, 而不像比如说百度, 拼多多, 这它没有多少资产, 它是靠它的运营来赚钱, 而银行保险呢, 它是靠资产来赚钱, 所以市净率是比较适合这种靠资产赚钱的公司, 金融公司, 银行保险, 它不适合软件公司, 因为软件公司没有多少资产, 有的公司净资产还是富的, 但是它非常赚钱, 巴格特喜欢的穆迪, 穆迪这个评级公司, 信用评级公司, 它的资产经常是富的, 你去看它净资产是富的, 但它是非常赚钱的公司, 这时候你用市净率衡量它的话, 市净率就是富的, 但是呢, 它是一个非常高质量的公司, 巴格特喜欢的, 我个人也有, 市净率呢, 是不适合这种公司的, 市净率比较适合, 资产比较多, 大银行保险这种金融公司, 一般来说呢, 一个合理的市净率呢, 是什么呢, 是一, 就说你那净资产呢, 一块在股市上就值一块, 市净率呢, 是一, 应该是一个比较合理的, 可以是, 对于高质量成长型呢, 可以高一些, 比如说巴菲特, 他前些年呢, 定了一个, Berkshire股票回购的, 一个标准, 他就说, Berkshire呢, 如果这个股票, 股票估值呢, 市净率低于1.2了, 我就开始回购, 就他认为呢, Berkshire的合理估值呢, 大概就是市净率低于1.2, 120%, 如果低于这个, 他说我就开始回购, 因为Berkshire呢, 前些年呢, 很多年前, 主要是他的最大的部分呢, 是他的保险, Berkshire保险部分是占很大的, 现在他最近他说, 现在估值呢, 从市净率来说呢, 估值应该可以高一些, 因为Berkshire呢, 现在已经不是纯保险, 就是保险已经占的比例, 没有那么大了, 他铁路现在很大, 所以赚钱的是铁路, 还有这个能源部分, 这种情况下呢, 这个P, 市净率呢, 渐渐的就不太适合Berkshire, 而在早期呢, 市净率是非常适合Berkshire的, 因为他早期呢, 银行展和投资, 就保险和投资, 占他最大的部分, 所以市净率对于保险和银行, 一个比较合理的, 一个正常的银行呢, 市净率大概就是应该是1, 我这里呢, 再举个例子, 比如恒盛银行, 这是在香港交易的银行, 如果我们看到市净率, 2016年下突然跌了很多, 然后突然涨上去, 2014年也是这样, 而这种公司银行, 市净率其实是不适合的, 但是呢, 市净率就给你一个相对比较稳定和准确的概念, 它目前估值是怎么样, 省省银行呢, 按市净率来衡量的话, 它的估值呢, 现在是多年来最低的低点, 所以这个是这个市净率, 总结一下, 市净率比较适合于银行, 而市销率呢, 可以做很好的历史, 历史估值判断, 另外一个比较流行的, 叫做DCF, 现金流折线模型, 现金流折线模型呢, 其实看起来复杂, 讲起来也很简单, 现金流折线模型就说, 这公司的估值, 它认为公司的合理价格, 就是公司的本征价值, 公司的价值呢, 应该是我以后赚到钱, 全部加在一起, 这公司呢, 以后能赚多少钱, 那他现在股票就值多少钱, 公司以后赚到的钱, 全部加在一起, 公司直到死, 加在一起的, 能赚到的钱呢, 就是现在股票的价值, 这个其实是挺有道理的, 这公司今年赚一块, 每股赚一块, 假设, 明年赚也赚一块, 后年也赚一块, 每年赚一块, 我就应该把它加在一起, 就是目前的股价, 就合理的股价, 但是大家要注意, 就是这里要折线, 折线, 折线为什么要折线呢, 因为明年的一块钱, 和今年年的一块钱呢, 它的价值是不一样的, 因为通货膨胀的原因, 各种东西都在涨价, 所以明年的一块钱呢, 我就不能按一块钱算, 我必须折线, 折线率, 假设我10%的折线率, 那明年的一块钱呢, 就变成了9毛钱, 后年的一块钱呢, 变成可能就稍微8毛钱, 8毛1, 就这样呢, 我就一直往后算, 我把以后那个能够赚到的钱, 全部折线以后加在一起, 就是目前的公司的价值, 这就是折线率, 这就是折线模型, DCF, 这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一个方法, 但是呢, 这种方法的缺点, 它就是有很多假设在里边, 首先呢, 你要假设公司呢, 你能够预测这公司以后, 明年能赚多少钱, 所以公司的商业模型得比较稳定, 不能受经济影响太大, 得是比较可预测的, 另外一个这个贴线率, 你用多少, 我刚才假设用10%, 那正常的贴线率, 你应该用多少, 贴线率在我个人看来, 就是应该用你自己对股市回报的期待, 你期待每年呢, 赚10%, 那你就应该用10%, 你期望每年能够赚15%, 那你这个贴线率应该用15%, 因为呢, 各种投资, 各种投资的可能性都是有的, 如果你能够在其他地方赚15%, 你就不应该在这公司, 这公司如果不能赚15%的时候, 你就不能用, 你就最好别投, 所以呢, 这个贴线率很重要, 那注意就是, 这公司一定要可预测, 所以DCF其实是能够适合的公司呢, 不是很多的, 就是这公司得特别可以预测, 对于那种周期性的, 比如说能源公司啊, 银行啊, 这种, 你就不能用这个DCF模型, DCF模型看起来简单, 用起来也, 看起来复杂, 用起来也很简单, 在我们价值大师网上, GuruFox, CN上呢, 对每个公司, A股, 每股都有这个DCF模型, 你只要把符号输到这个搜索框那边, 你就一下子可以看到我们的DCF模型, 就告诉你目前的估值是多少, 正确正常估值是多少, 安全边际是多少, 你可以在这调参数, 就是DCF呢, 现在已经是很成熟的方法, 另外一个呢, 就是叫反向DCF, 反向DCF呢, 和DCF呢, 是有点反过来, 就说DCF我是预测公司的估值, 我计算公司的估值, 而反向DCF就说, 目前这个股价, 对于目前市场上的这个股价, 正常的公司成长率应该是多少, 我根据目前这个股价, 我就看这公司成长率能不能达到, 反向DCF就是告诉你这种东西, 比如说同样用这个, 在我们GrooveWorks这样CN上的反向DCF模型呢, 同样这家公司, 这边呢是DCF, 这边就是反向DCF, 反向DCF呢, 比如说按照数码, 神州数码, 它的股价, 目前的股价来算下, 它反向DCF告诉他, 告诉我们每年增长, 未来增长至少要17.46%, 如果能够达到这个值呢, 目前的股价相对比较合理, 如果达不到呢, 目前的股价就是太高了, 然后我们看一下, 历史上呢, 这股价公司平均10年每年增长呢, 有20%, 这就告诉我们呢, 神州数码呢, 可能是比较合理的, 就是甚至比较低的一个股价, 目前股价相对比较低, 而估值呢, 要比股价高, 所以有一定的安全边际, 这个就是反向DCF, 所以我们这里告诉你, 你期望的增长率可能可以实现, 因为历史上都是可以做到的, 将来呢, 很可能呢, 也可以做到, 如果历史上都做不到, 将来呢, 做到的可能性呢, 就比较小, 这里呢, 我就笼统的讲了一下, 这种各种估值方法, 大家还是要注意, 我前面说的, 估值方法, 如果离开公司呢, 是空中楼阁, 你一定要看这公司, 是不是你想偷的公司, 这边这里, 我顺便就是, 我们谈了很多估值, 很多人就问我, 这价值投资适合中国股市吗, 其实在我看来呢, 价值投资呢, 不但适合中国股市, 价值投资呢, 比适合美国股市呢, 还适合中国股市, 原因是什么呢, 因为在中国呢, 做价值投资的人呢, 相对比较少, 虽然现在也越来越多, 很多大机构, 都是使用价值投资方法的, 但是呢, 相对比例来说呢, 比美国还是少很多, 在美国呢, 如果有个好的价值股, 很多人去抢, 马上呢, 就不是好的投资了, 马上价格就上去了, 而在中国相对也, 就价值投资人, 比较少的时候, 机会就比较多, 这也是我个人能够在2014年, 买到茅台啊, 五粮业啊, 如着老叫这种公司的原因之一, 这些公司给我非常高的回报, 我上次讲过, 五粮业给我了17块, 17倍的回报, 我是11块买的, 现在200块, 我从来没有卖过, 而茅台呢, 我最低是110买的, 现在是1700, 接近1700, 我也从来没有卖过, 所以呢, 这就是一个例子, 价值投资其实是非常适合中国股市的, 巴威特老人, 50年前, 50年前他为什么回报比现在高得多, 两个原因, 一个是当时在美国市场, 做价值投资的人也少, 所以没有多少竞争, 他自己都说, 当时呢, 是苹果树上的那个, 比较低的苹果都被他摘到了, 而现在就很困难了, 现在当然另外一个原因是他钱太多, 他钱太多, 他而且做价值投资的人也很多, 所以他的回报呢, 也就下降了很多, 他甚至这些年呢, 回报低于市场平均, 所以价值投资是很适合中国股市, 而且比适合美国股市还要适合中国股市, 好, 我们接着讲, 我前面讲过, 这估值方法呢, 都是要在了解公司的前提下, 而公司呢, 是有不同种类的, 所以你在投资之前, 你一定要知道, 你懂得, 你明白, 你要投资这家公司, 什么公司, 什么要准备的公司, 这我们就按照彼得林奇的, 我认为他这个分的非常好, 把公司呢, 分成六种类型, 一个是快速增长性, 一个是稳健增长性, 一个是慢速增长性, 一个是周期性, 还有反转性, 资产处理性, 我这里呢, 举一些例子, 比如说快速增长性, 很简单, 增速非常快, 比如说拼多多, 每年增长250%, 非常高速的增长, 还有一家公司, 力训精密, 每年增长60%, 这也是非常非常快的增长, 这些呢, 都是快速增长性, 我们可能不, 这公司可能不一定盈利, 但是呢, 就是在快速增长, 很神奇的是, 力训精密这家公司呢, 是高速增长, 还是在盈利的, 这是我很遗憾, 我前几天才发现了这家公司, 我错过了这家公司, 它回报比茅台还要高, 然后呢, 稳健增长性, 稳健增长性, 这公司呢, 就是已经增长, 前面高速增长阶段已经过了, 而现在是稳健的, 有利润的增长, 比如说腾讯啊, 谷歌啊, 我还看到一家公司叫海康威视, 也是都是, 每年能够增长20%, 甚至20%以上, 这个速度, 20%其实是非常快的增长, 对于美国股市来说, 美国公司来说, 能够增长20%, 那就是高速增长, 但在中国呢, 这种20%增长的速度的公司呢, 有很多, 有非常多都盈利的公司呢, 这些公司呢, 其实就是我上次讲的高质量价值投资的区域, 高质量价值投资就喜欢这种稳健增长的, 一直在增长能够一直盈利的公司, 在这个里边选, 第三类呢, 就是慢速增长型, 就公司已经比较成熟了, 很成熟老公司, 也是一直在盈利, 但是也一直在增长, 慢慢的增长, 比这个通货膨胀呢, 稍稍高一点, 比整体经济呢, 可能稍稍高一点, 或者接近, 比如说中国中铁啊, 微软啊, 这种公司, 然后还有周期型, 我前面讲过的美国的西南航空公司, 中石化, 这种都是周期型公司, 然后还反转型, 反转型就是公司以前不错的, 但后来呢, 就不行了, 然后现在呢, 我们就期望它反转, 我这举个例子呢, 就Lumber Liquidators, 这是一家做卖木地板的公司, 他们从中国进地板, 然后在美国卖, 做了好多年前, 前些年增长特别快, 后来发现说是地板有这个化学物质的问题, 但是公司国家从100跌到10块以下, 现在呢, 就如果能回来的话, 这就属于反转型, 另外一个最后一种呢, 就是资产处理型, 我这还是用中国西图去例子, 就是说它的资产呢, 比它, 它运营已经不重要了, 它资产比运营值钱的多, 公司运营不是很好, 但资产很值钱, 这一般来说就是深度价投, 我上次讲的深度价投, 投资一般是在这个区域, 我讲一些, 我这里更详细的讲一下, 各种投资公司的不同估值方法和投资要点, 比如说快速增长型, 拼多多, 我前面讲过这个例子, 我拼多多的广告无处不在, 我个人实际上是从一个节目叫《非诚勿扰》, 这个节目里边看到了拼多多广告, 去年我非常喜欢看《非诚勿扰》这个节目, 这是基本上也是我唯一看的一个节目, 对于这种高速增长, 你看这个是拼多多的营业收入, 这个是他的净利润, 他利润他一直是在赔钱的, 对这公司应该怎么估值, 但是呢, 首先你要看这公司, 因为这是快速增长性, 所以我们要明白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向他说的, 大家想的那么有远大前景, 是不是真的有是不是这样, 因为他现在就是看起来很贵, 估值很高, 股票狂涨, 那么大家都对他期望值很高, 那公司是不是真的有远大前景,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呢, 要看这公司的盈利, 是不是有盈利的迹象, 他不盈利, 但是不是有盈利迹象, 损失是不是在收窄, 损失是不是在变窄, 就是他慢慢的有盈利的趋势, 但这种公司呢, 因为期望值很高, 一般来说呢, 估值很高, 如果成长低于期望的时候呢, 你要赶紧买出去, 这种投资呢, 风险是比较高的, 风险如果增速减慢的话, 他股价会一落千丈, 另外一点, 要一定要注意, 这公司借债是不是在增加, 如果公司呢, 靠借债增长的话, 那风险是非常高的, 所以一定要看公司, 是不是在成长过程中, 欠债越来越多, 这种总体投资呢, 是风险高, 回报也可能高, 就回报呢, 也可能很高, 也可能很低, 不确定性比较大, 投资回报的不确定性比较大, 回报真的有可能很高啊, 但有可能赔很多钱啊, 所以这种投资风险呢, 就比较高, 一定要注意, 公司是不是欠债, 欠债是不是在增加, 这个是非常重要, 拼多多我看了一下, 拼多多不欠多少债, 这是一个很好的一点, 拼多多呢, 股价在过去几个月中狂涨, 从30多涨到90多, 让拼多多的创始人, 黄征成为中国第二富的人, 对拼多多来讲, 适应率是没有意义的, 因为它不赚钱, 没有盈利, 失效率呢, 给我们一些概念, 比如说这个蓝线呢, 还是拼多多的股价, 而这个黑线呢, 是拼多多的失效率, 我们看见在刚开始都是拼多多的失效率很高, 在20多, 现在呢, 又到了20多, 这个拼多多的失效率, 这是23, 最近的是23.1, 又到了20多, 所以它现在失效率, 其实是非常高的点, 接近于两年前的, 而中间失效率往下降了, 降下去了, 降的时候呢, 大家看的股价其实变化不是那么大, 而现在失效率又很高了, 所以我个人认为, 从目前这个点拼多多呢, 大概股价是比较高的, 在未来几年中拼多多的回报, 可能会不是那么, 不会像前几个月, 绝对不会像, 这个是我的观点, 因为估值呢, 现在是比较高, 那另外一个就是估值到底高还是低, 我们就和一个类似的公司来比吧, 和它接近的公司, 最接近大概就是阿里巴巴了, 我们看阿里巴巴呢, 在早期2014年的时候, 它的失效率也是很高的, 失效率然后就一直往下降, 然后在2017年时候又涨上去, 但还是往下降, 它的失效率呢, 现在降到了8左右, 他们两个失效率神奇的是, 早期失效率都是一样的, 而现在呢, 这个拼多多的失效率要比阿里巴巴高很多, 当然拼多多云增速快很多, 所以它值得更高的失效率, 但目前呢, 似乎是高的比较多, 然后我们看一下, 在高失效率下的股票回报, 比如这这绿线, 这个绿线还就是刚才的失效, 这个绿点线呢, 是刚才的失效率, 而因为在失效率在下降过程中呢, 阿里巴巴的股价呢, 就没有多少变化, 你看这是另外一点, 在2017年以后呢, 失效率继续下降, 阿里巴巴股价呢, 也没有多少变化, 阿里巴巴股价从2017年到现在, 都没有很大的变化, 总体来讲, 而拼多多呢, 失效率呢, 是很高的, 所以呢, 现在这个点也很高, 所以我个人期望他的, 就是从历史, 他各历史估值和同类公司比较的话, 在未来一两年中回报呢, 可能不会特别高, 第二种, 我讲这个稳健增长性, 我刚才用过海康卫视, 卫视这个公司呢, 做例子, 大家看海康卫视, 过去十多年中呢, 营业收入一直在增加, 稳步增加, 盈率呢, 一直稳步增加, 业务呢, 增长比较稳定, 利润率呢, 也比较平稳, 这投资要点, 大家对这类公司呢, 一定要注意, 就是看他增长是不是稳定, 然后利润率呢, 是不是平稳, 利润率甚至是不是在变好, 这很重要的, 对这种公司呢, 估值的可以放宽一点, 最好当然是估值低的时候买入, 平均估值的时候也可以买入, 估值可以放宽一点, 这种公司呢, 要长期持有, 买来的时候要长期持有, 我前面讲的那个快速增长, 是不是应该长期持有呢, 很难说, 如果因为那种公司不确定性比较大, 如果真的是在稳步增长, 能够一直保持他增长速度, 那就值得长期持有, 如果稍有变化, 如果尤其是欠债, 大幅增加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小心, 但对这种稳健增长型的公司呢, 那就可以长期持有, 相对比较长期持有, 也不用关心特别多, 每个季度看一些年报, 平时简单的跟踪一下就好了, 我个人的投资基本上都是这类公司, 它的风险当然也有, 就是增速减慢, 另外一个利润率降低, 大家要注意这个利润率降低, 可能就是这公司呢, 竞争可能在影响它的利润率, 这个要小心, 总体来说投资风险比较低, 变化会比较慢, 投资风险的比较低, 任何个投资都是有风险的, 但这个投资风险就相对比较低, 然后我们看一下, 对这种公司来讲呢, 对这种公司来讲呢, 市盈率就是一个挺好的一个估值方法, 我们看海康卫视呢, 市盈率以前相对比较高, 现在呢, 相对接近历史的低端, 曾经2018年的时候呢, 它的市盈率到了30多, 所以呢, 因为市盈率是2018年当时那个市盈率是接近历史高端的, 所以在之后呢, 几年中到现在为止, 股价都没有2018年的时候股价高, 就是因为2018年估值太高了, 而现在呢, 估值呢相对比较低, 在低端, 所以我期望它在过未来几年中的股价回报呢, 股票回报应该是比前几年会好一些, 然后我们再看这个海康卫视的市盈率的估值带, 这是我前面解释过的, 我们看呢, 这个是绿线呢, 是低端的估值带, 而蓝线呢, 这个这条线呢, 是高端的市盈率估值, 估值线, 而现在呢, 是接近低端的估值线的, 在估值带的低端, 所以这种情况下, 从估值上讲呢, 对于这种公司呢, 当然是相对比较适合的, 这第三类模型呢, 就是我们讲慢速增长性, 高乐是彼得的一些讲过的慢速增长性, 这比如我这用一个公司叫高乐是Clorus, 是一家美国公司, 他就生产这个喜地铃啊, 这种日常用品的消费品的公司, 你看大家看呢, 这是他的营业数, 一直在增加, 稳步增加基本上, 但增加速度很慢, 增长速度很慢, 他的盈利呢, 也一直在盈利, 增长速度也很慢, 对于这种公司的投资要点就是, 其实呢, 投资风险是比较低的, 因为这公司变化真的是很慢, 变化很慢, 然后投资风险就相对比较低, 比较可预测, 对这种方法, 这种公司呢, 也要注意他的利润率是不是在下降, 但是呢, 一般来说, 变化比较慢, 因为他已经非常成熟的公司, 在成熟的行业里边, 他的一般来说变化比较慢, 这种公司呢, 投资要点就是你要在低估值的时候买入, 高估值的时候呢, 就要把它卖出去, 就是因为呢, 他的价值成长是比较慢的, 你只有在低估值的时候买的时候, 才能够赚钱, 高估值的时候呢, 就一般赚不了钱了, 他的持有时间呢, 一般来说一到三年, 就通过估值的变化来赚钱, 比如说这里, 这个是高乐市的股价和市盈率, 我们看到这些年中股价也增加了很多, 在过去十年中股价也增加了好几倍, 这个呢, 如果我们看市盈率, 其实呢, 在过去五年中呢, 他的股价变化呢, 很大的一部分是由他的市盈率的变化来造成的, 市盈率的增加, 增加了, 市盈率翻翻了基本上, 而公司当然也成长, 所以股价回报呢, 在过去, 过去十年中呢, 过去十年呢, 大概回报了, 涨了三四倍的样子, 但市盈率呢, 其中在其中贡献呢, 是占了主要部分, 而如果我们看历史估值的话, 我们看市销率的估值带, 高乐市市销率估值带, 我们看在2009年, 它是接近估值的最低点, 而现在呢, 是接近估值的最高点, 在过去二十年中, 十五年估值的最高点, 所以呢, 我们可以预测, 对于高乐市这种公司呢, 在未来的几年中回报, 应该是不会很高的, 原因是因为现在在估值的最高点, 好, 我们再讲一下, 这个周期性, 我已经讲了三种, 这个讲到第四种, 周期性公司, 周期性公司呢, 有很多种, 其实很多公司, 成熟行业的公司, 都是周期性, 银行, 保险, 能源, 航空, 这些呢, 都是周期性公司, 这个投资要点是什么呢, 一定要选行业内, 财务实力最强的公司, 因为周期公司, 如果周期反过来的时候, 会怎么样呢, 一般都会赔钱, 而如果公司, 盈利能力差, 实力, 财务实力差的时候呢, 很可能在周期的低端呢, 就会倒闭掉, 它的风险就是, 在周期低端呢, 会有可能倒闭, 所以呢, 要投的话, 一定要投行业里边, 财务实力最强的公司, 尤其是在经济周期低端的时候, 经济衰退的时候, 一定要投财务实力最强的公司, 就看它的资产负债表, 欠多少债, 有多少现金, 这是最重要的, 一定要投财务实力最强的公司, 对银行本身来讲呢, 银行呢, 巴特搭档芒格说, 银行就像一个黑盒子, 你如果没有深入的了解的话, 你最好不要买, 尤其是大银行, 那真的像黑洞一样, 业务特别复杂, 庞大, 内部的人都不知道怎么回事, 内部的人都不了解各个行业, 各个部门的经营情况, 更不用说外部的人, 这是, 所以银行就非常大的银行, 非常复杂, 黑盒子, 很难理解它的业务, 银行呢, 一般来说, 是一定要小心, 这是第一点, 第二个巴菲特说, 银行呢, 都是有20倍的杠杆的, 小错误会被放大20倍, 银行的确是, 银行是靠什么赚钱啊, 银行呢, 是靠这个放贷款赚钱, 那他贷出去的钱是谁的钱, 不是他的钱, 是存款人的钱, 他把存款人的钱拿出去呢, 放出去贷出去, 而对银行净资产, 一般来说呢, 只有整体总资产的10%以内, 一般来说都是5%到10%之间, 所以他净资产只有5%到10%, 总资产的5%到10%, 所以呢, 他犯一场错误就会被放大很多倍, 相当于他在用很多倍的杠杆, 所以呢, 银行的, 一定要就小心, 其实他是有杠杆的, 巴菲特自己, 我刚才说过银行像黑盒子一样, 巴菲特自己投资最大的银行是什么呢, 富国银行, 美国的富国银行, 这些年股票差, 降了很多, 原因是什么呢, 他真的像黑盒子一样, 他里边做的一些事情, 他给用户开奖章户, 用户的名字开奖, 前几年呢, 因为这个问题被美国国会罚, 美国证券管理局罚, 所以呢, 现在对他有了很大的限制, 股价降了很多, 巴菲特最近也在卖, 巴菲特买了, 在早期其实不买银行的, 他大概1997年买的富国银行, 虽然也涨了不少, 但是近十年的回报是富的, 真的像黑盒子一样, 连巴菲特都不了解, 虽然他是大股东, 他都不了解, 外部的人呢, 就很难了解了, 但是呢, 在美国有很多, 在中国我相信有很多, 我看见在苏州银行是挺不错的, 就是他呢, 就相对比较小的银行在成长, 业务也比较简单, 就是做简单的放贷, 业务比较简单, 这种银行呢, 也是其实是可以投的, 尤其彼得林奇, 其实特别喜欢投资这种银行, 我自己在早期呢, 投通过这种方法, 也赚了一些钱, 但是你要投的时候, 要注意几点, 一个就是说, 他的净资产比率要高, 叫股东潜意比率要高, 一定要高, 最好就是10%以上, 一级资本比率要高, 因为银行这个资产呢, 有的是高质量资产, 有的是低质量资产, 高质量资产这个资本一定要高, 贷款质量呢, 一定要高, 一定要看他的贷款质量, 看他的不良资产率, 不良资产率一定要小于0.5%, 越小越好, 因为他是有杠杆的, 他的净资产大概只有占5%假设, 如果不良资产率到了1%的话, 相当于20%的股东权益呢, 就没了, 所以不良资产率一定要越小越好, 合理估值一般来说, 市净率呢, 是接近于1的, 可能快速增长的银行呢, 是在市净率可以高一些, 比如说我看苏仁银行的, 那个市净率高一些, 对于可靠的银行呢, 可以在市净率比较低位买入, 保险其实也是类似的, 在市净率比较低位的买入, 保险呢, 要注意他的赔贷, 叫combined, 英文叫combined, 就是赔付率呢, 一定要低, 比如说我这里说的是这个银行, 联系银行, 这是美国的一家公司, 大家看在过去20年中, 业务没有多少增长, 营业收入就根本就没有多少增长, 但利润呢, 是周期性很大的, 在2009年, 资贷过一周, 基本上不赚钱了, 之前看着还可以, 但随着经济周期呢, 他会起伏, 这种公司呢, 一般来说呢, 也不要长期持有, 就是在低估值的时候买了, 高估值的时候卖掉, 投资风险呢, 也相对比较高, 比较好的估值方法, 就是用市净率估值带, 比如这个是市净率低端的线, 这个施经率高端的鞋 这些线呢 这些图呢 在Groofox.cn上 大家都可以看到 我们看这个图呢 其实都是从Groofox.cn来的 大家想要这种图呢 去Groofox.cn就可以 就可以很容易的拿到 任何一家公司都有 在低估值端的时候呢 会比较适合 而高估值端呢 就是一般来说回报呢 就不高了 所以这个是 这银行投资的要点 恒生银行也是类似 低估值端 相对比较好的投资机会 而高估值端呢 就不好了 这是恒生银行的股价 我们看呢 他现在呢 非常接近低端估值 下面让我再讲一下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我们为什么比较受关注 我们大家都知道 今年巴克特把航空公司给卖掉了 他五年前买的 买了四家美国的航空公司 他其实自己早期说过 说是如果莱克兄弟当年试飞第一架航空公司 第一架飞机的时候 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 应该把那个飞机给打下来 他自己早年说过这种话 就是他说了 航空公司自从开始 大概一百年前飞机开始研究 开始试飞 从开始到现在呢 商业航空公司呢 所赚到的钱 这一百年中 商业航空公司赚的钱是负的 作为航空公司行业 航空行业整体赚到钱是负的 整个行业从来就加起来没有盈利 所以他就说如果有一个有远见的资本家 应该当年就把那个飞机给打下来 就说永远不应该开发航空业这个东西 航空业从投资角度讲真的是这样 行业的门槛比较低 竞争非常激烈 投资资本回报呢很低 而且受经济周期的影响 受燃油价格周期的影响 所以我这总结是 最好的投资航空公司的方法是什么呢 最好的投资航空公司的方法呢 就是不投航空公司 真的是不要投 五年前巴菲特买航空公司的时候 我个人的观点就是因为他买错 我就认为他买错 我们在群里边讨论 我个人就认为买错了 很多人还给他解释 因为是巴菲特的操作嘛 就给他各种解释 各种各种 就是说 诠释 为什么他会买 现在和以前不一样 但现在和以前还是一样的 最好的投航空公司的方法呢 就是不投航空公司 当然如果你要实在想投的话呢 你还是要选行业里盈利能力最强的公司 看他的客座率 上座率怎么样 看他的每股 每人公里收益怎么样 每人平均人公里的收益 收益怎么样 然后呢 总体可用作为是不是才增长 但最重要的一点 最最重要的一点 他的财务实力是不是强 他有没有可能在下次经济危机的时候会破产 我这里还用看一下这个西南航空公司 巴特曾经拥有的公司 巴特在四家航空公司那边赔了总共40亿美元 对他来说当然是很小的一笔 但是我想他也不愿意投 不愿意赔掉那一笔 因为他当年买航空公司 花了大概100亿美元 买航空公司的时候呢 他同时买了苹果 他如果当年买了苹果 到现在呢 已经是涨了两倍多了 而他买了航空公司 他赔掉了40亿美元 对于航空公司呢 投资呢 也是市销率相对比较好 我前面解释过 市销率接近低端的时候呢 买高端的时候呢 就把它卖掉 比如说这西南航空公司 2012年的时候应该是买的时候 2018年19年 就是应该卖掉了 因为他已经非常接近高端 甚至在2015年就应该卖掉了 已经是接近高端了 这是他的投资要点 估值要点 另外一个呢 我再讲一下这个能源公司 大宗商品公司 石油天然气钢铁公司 这些公司呢 总体来说不是一个好的投资 我个人从来不投资这种公司 我希望大家呢 也尽量避免 不是好的投资 为什么呢 没有产品定价权 自己生产的石油 钢铁 天然气 他没有产品定价权 由市场决定 另外一个呢 产品的价格起伏可以非常大 完全失控 像 像今年这个石油价格 大家都已经看到了 石油价格 2015年的时候呢 是150块钱一桶 今年最低跌到不到30块钱一桶 30美元一桶 但生产成本呢 一般来说比较高 而且相对比较固定 价格高的时候 可以可以赚到钱 石油价格高的时候 可以赚到钱 石油价格低的时候呢 就不太赚钱 对这种公司的估值方法 其实呢 市盈率市销率 都是不适合的 相对比较接近的 就是市净率 市净率就说 这公司资产值多少钱 然后呢 这个股价值多少钱 基本上就 资产值多少钱 股价大概就应该值多少钱 比如巴菲特在 买中石油 他当年买中石油 是非常有名的一件事情 当时买的时候 市销率 市净率 市净率 我这里应该是市净率 市净率呢 就是大概在1的时候买入的 而呢 在4的时候卖掉了 所以巴菲特呢 在里边赚了3倍 我们看看这个 为什么市盈率不适合 这个是美国最大的美服务 石油公司 你看这个 这个蓝线是它的股价 这个紫色的线呢 是它的市盈率 股价没有多大变化 都是在2017年 股价没有多大变化的时候 但市盈率涨了很多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公司赚钱少了 分母变小了 分母变小 所以市盈率涨上去了 然后很多年股价也没有变化 但市盈率呢 就在变化 当然呢 最近呢 油价 油价跌了很多 X-Mobile的股市 股票也跌了很多 市盈率相对稳定了 虽然它盈利其实是减少了很多 市销率呢 也不是特别适合 你看 还是在2016年 2017年之间 股价没有多少的变化 但市销率变化挺大 为什么市销率这个 翻了一番多了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油价下跌 它的营业收入下跌了 它的销售下降了 油价下跌 虽然它买的油桶数 可能没有变化 但是呢 油价下跌了 所以它的销售下降了很多 所以市销率呢 就增长了很多 所以市销率对这种 能源公司呢 也是不适合的 相对比较接近的 就是市销率 市销率大家看 市销率呢 就相对给你一个 比较准确的估值 估值方法 对于这种能源公司来讲 所以呢 但总体来说呢 我个人是不喜欢这种公司的 这种投资资本回报很低 竹琴非常强 产品价格又不在自己的 控制范围内的公司 我是不喜欢的 好 我这里总结一下 六种类型 快速成长型 比较好的估值方法 是市销率 持有时间也许是长期 但是不是很确定 投资风险很高 稳健增长型呢 估值方法 PE是可以的 DCF也是可以 PES 基本上各种估值方法 都是可以 除了市销率往往 不是很适合的之外 市净率不是很适合之外 它是适合长期持有的 相对也比较安全 然后慢速增长型呢 各种估值方法 基本上也都不错 除了市净率 一般来说 要低估值的时候 买高估值的时候 它卖出去 相对比较安全 周期型呢 是我不喜欢的方法 我不喜欢的行业 但是有时也会有机会 就是估值比较低的时候 买进去 市销率和市净率 对于相对比较适合 投资风险呢 也挺高的 一定要买这个财务实力 比较高的公司 反转型呢 就很难说了 很难预测 我只能祝大家好运了 我个人在反转型里边 也赔过不少钱 现在呢 也是基本上不投了 投资风险呢 是很高的 我在里边赚过钱 也赔过钱 但赔的钱 应该是比赚钱多的 我在反转型里边 资产处置型呢 就是那种 适合深度价值投资 目前机会比较少 在股市大跌的时候 可能会机会比较多一点 好 我总结一下 今天呢 我也给大家讲了 这种各种估值方法 但是我还是要强调一点 估值方法是建立在 公司的基础上的 你必须理解这家公司 商业模型 必须是你喜欢的公司 否则呢 就是空中楼阁 我也讲了各种投资方法的 不同策略 持有时间和风险 今天的课呢 我就讲到这里 我现在回答大家 在第一次课以后 有些问题 我选择性的回答一些 第一个 中国牛市来了吗 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问题 但具体的回答呢 我会在下次课里边讲解 下次课呢 是下星期二 同样的时间 下星期二 我会更详细的讲解 第二个问题 宁德时代还能买吗 茅台还能买吗 在我看来呢 茅台我讲过 茅台我从2014年买到现在呢 没有卖过一股 2018年底的时候 我加了仓 同时有五粮业 卢州老郊等 现在可以买啊 在我看来呢 估值是非常高的 能不能买呢 看你怎么想 看你想持有多长时间 如果你说我买了 我10年以后再看 那你呢 是可以买的 如果你买了以后 就想等它半年 或者一年就要涨很多 我觉得机会不高 宁德时代也是一样 宁德时代甚至是一种 是一家更高 更高投入的一种股票 高低资产回报 高 capital return 高的那种资产要求的公司 这种公司呢 我一般投的时候会比较小心的 第四个问题 说国内市场适合价值投资吗 我前面解释过 在我看来呢 中国市场更适合价值投资 比适合美国市场 还要适合中国市场 有人说中国股东乱来 乱来 不理性 美国股东 美国股市 其实呢 股民呢 也不理性 其实也不理性 也非常不理性 如果你要想理性的话 就相当于两个人打架 你用套路来 人家不用套路 你打不过人家说 人家这个不按套路来 其实不是的 投资 我还是强调一下 投资还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我在第一课里边讲过 投资还是知识和经验的积累 你如果愿意学 你迟早会成为一个好的投资人 成长型赔钱的公司怎么买 一直赔钱的拼多多 未来Zoom 我在前面 解释成长型的公司里面 用拼多多做了例子 未来呢 我觉得增长可能也会比较快 但是欠债很多 我是不会投的 欠债太多 完全不一样的公司和拼多多 拼多多成长也很快 但不怎么欠债 未来呢 欠债很多 Zoom Zoom的适应率到了1000 但对这种快速增长公司呢 他刚刚赢了利益 适应率其实是不适合的 适应率不适合 但是目前股价涨了很多 一下子涨了很多 当然受新冠病毒的影响 我们现在都在加上班 但未来是不是能够保持这种增速呢 我个人觉得 好像没有那么大的希望 然后财报中关于商与 美国内地区差别有多大 其实都有的 在美国也有假的财报 但是呢 相对可能监管 中国现在监管也是非常严的 但是为了避免这种问题 我们其实作为外部投资者 我们并不知道这个财报会不会假 经常我们是不知道的 那怎么能够避免这种问题呢 我个人的方法就是 投有长久历史的公司 至少十年的历史 至少有十年的历史 如果你能够投十年历史公司 尤其十年在盈利的公司 像我第一次课里边讲的那种 十年都在盈利的公司的话 你基本上可以避免这种假的财报的问题 好的 今天的课呢 我就讲到这里 大家 大家 现在有一些问题 好 我现在来选择回答一下 DCF是什么 我在今天课里边呢 用啊 已经讲了 DCF就是 折现现金流 我详细的讲解了 什么公司比较适合DCF 我再回答一下 适合DCF的公司呢 就是 要 比较可预测 这公司呢 要有一定的可预测的历史 而且呢 要比较行业增长比较稳定 公司增长比较稳定 要比较可预测 而且一定要赚钱 一定要长期赚钱的公司 为什么要用反向DCF 反向DCF 其实就给你一个 就看着公司 目前的股价 到底需要多 多快的增长 才是 值得买的 如果 以后的 你这个算下来的增长率呢 以前都没有实现过 那以后大概也很难实现了 所以就给你看着 目前的 这个要求的增长率 是不是很现实 目前的股价 是不是很现实 未来呢 再赔钱 欠很多债 我认为是可以避免的 这种公司 不值得投的 波音呢 波音这种公司呢 是比较 周期性的 估值也是 也是很难买的 特斯拉怎么看 大家问我 特斯拉怎么看 特斯拉呢 一直在赔钱 我 其实我觉得 比未来好的地方 就是当然 它的产品 现在很受欢迎 供不应求 当然它还有一个 马斯克 一个超人 作为它的CEO 我个人从来没有投过特斯拉 因为它不符合我的要求 就是它的风险 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比较大 所以风险就比较高 你可能赚很多钱 也可能赔很多钱 对Bilibili也是一样 就是不确定性比较大 我个人就愿意投那种 确定性比较大的股票 就是这公司一直在赚钱 以后呢 也看不出来要赔钱 所以呢 我觉得这个是我喜欢的公司 我前两天看到一个笑话 我这里可以和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这个笑话说 Elon Musk 最近公布了这个新的驾驶技术 然后大家用这种驾驶技术呢 以后就可以不用 以后可以开车的时候呢 就不用手 不用脚 就可以基本上可以再睡觉了 看到这种情况呢 我还是决定重仓茅台 为什么呢 因为呢 就是它的不确定性是很高的 对于这种没有赚钱的公司 虽然它前景看起来非常非常强 所以呢 这个要注意 另外一个是折现 什么是折现和切线率 折现就是明年的一块钱 不如今年的一块钱值钱了 原因是因为通货膨胀 折现率呢 就是最好的折现率 就是用你对股市的期望 你期望每年能够回报多少 你就用什么折现率 比如说你期望每年用 将来回报能够10%每年 你就应该用10%作为折现率 如果你期望15%每年 那你就应该用15%作为折现率 这个折现 为什么要折现呢 因为明年的一百块钱 不如今年的一百块钱值钱 因为物价在涨 然后你本来如果我今年的一百块钱 我放到股票里边 我放到投资里边 我可能明年就变成了一百一十 而明年的一百块钱还是一百块钱 所以呢 要折现 对于医药消费行业 我觉得医药消费行业是一个挺高成长的行业 估值的话呢 这个行业首先呢 首先你要看这个行业具体是做什么的 因为呢 这个行业真的是要求的那个能力 圈范围知识范围呢 是挺专业的 我个人不觉得我拥有这种 尤其比如一个制药公司啊 这种行业 我其实我不觉得我有分析这种公司的能力 所以呢 如果你觉得你有这种能力的话 估值其实你还是 这个行业 尤其是制药公司 它的偶然性其实蛮大的 在美国这种制药公司 因为一个药可以对营业收入的贡献非常大 所以中药还是要看它的后背有什么药 但如果比如说医疗仪器消费品公司呢 相对好一些 相对稳定一些 相对比较容易一些 大家还是要注意 好 这些呢 就是我这次要讲的内容 下次呢 我会讲投资中常见的一些错误 和如何避免这种错误 下次的课呢 是在星期二的同样的时间 我非常感谢大家 感谢新浪财经等等各种各家媒体的支持 非常高兴和老虎证券合作 有这次的机会这是我们的第二课 如果大家对我在课中用的工具 各种市销率市盈率固执带 和这DCF模型需要用的话 可以去我们的网站 GuruFox.cn 这些网站呢 这些工具都是有的 对于A股和美股都是有的 大家也可以关注我的微博 Charlie Guru 田博士 我再说一遍 我叫田测产 我是美国价值大师网站 GuruFox的创始人 我是陕西人 北京大学物理学博士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课再见 下周二再见 下周二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